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開海產店 但他的海產全部都從澎湖來 所以到底過年水 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相關養殖的是在全台灣 澎湖是聽說是 居館最多 也是指數量最大 量品質或是量品質不一定 但我覺得澎湖一定是好的 對不對 大哥 Ryo 要寫這個嗎 我寫這個 好 來 我要怎麼稱呼你 我小小小小蛋 蛋喔 生大哥 生大哥 對... 你做相關養殖做老婆嗎 我由民國七十七年 三十多年了吧 你們大概養了多少 你要講數量的是好幾百萬 從數量來講 對... 種類 種類大概有八九種 最多就是黃南瓜跟海藜 黃瓜子跟南瓜子 對... 很好吃耶 黃瓜 它算是石斑的一種 石斑的一種 很好吃 魚 而且它本來是野生的嘛 本來是野生的 很野生的 但是... 你怎麼有辦法克服變像這樣子 實際上來講 這本南瓜黃瓜在澎湖 是原產地 但是數量非常的少 一年 你在市場看 看不會超過五十五 五十五那不叫產地了吧 對... 剛才去摸掉而已 對... 沒有 它可能在很深的地方 也不是那麼容易頂到 所以你要你從深水 要把它往到潛水來 養是有一個難度 有一個難度 這夠了嗎 對 不夠 這個是羊牡蠣的 羊牡蠣喔 羊牡蠣的 你現在看牡蠣嗎 好 可以啊 我們現在開始生蠔啦 好... 起來... 起來... 好多喔 羊牡蠣用這樣做的 要釣一下 它是單體的啦 對... 所以你要用一個人 一個人吃 大家開心 你喜歡那個龍舟單體 你本來不是比較多的嗎 沒有啦 比較多的就是單體 那叫三倍體 我們日本的牡蠣是二倍體 它是可以繁殖的啦 它有四倍體 三倍體來 交配料比三倍體 三倍體是不能繁殖的 不能繁殖喔 對 三倍體是不能 它沒有下一代的 但你牡蠣出來 它就是 牡蠣不是牡蠣不是 慈雄同期自己會繁殖的 沒有... 你單體 你三倍體就是不能繁殖 我賣牡蠣 賣得這麼多 對... 可是三倍體是 二倍體跟四倍體繁殖出來的 對... 它那是沒有下一代 這也是不會繁殖的 不是 這裡也繁殖 這裡也繁殖 但是一種是一粒一粒的 簡單講說 單體是人工後來做出來的 對... 可是以前是二倍 三倍 四倍都有 一般的牡蠣就是說 一個殼 它一個殼 它就複殘很多 對... 但是單體出來就是一個 這是什麼品種的 我以為這裡夾一本 這是廣島的 對 廣島的 對... 這個很大顆的 這個還沒 這個像... 所以大概... 大條跟我們手掌一樣大 它在兩個月以為... 這個尺寸我已經非常喜歡了 兩個月以為會那麼大 它是吃什麼 吃藻類喔 它吃藻類啊 吃藻類跟溫生物 對... 它是歷史性的東西 就是取體規短 如果我送東西給他吧 它可能現在還不是很大 不太小 好嗎 現在還不是什麼 對啊 這樣不嚇死人 這樣吃是最好吃的 很快水乾 澎湖的海鹹嗎 等一下 嘴巴會回甘 超鹹的 超鹹的 我們的緣度是千分之三十七 在意不外海域 所以...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平有海鮮 對... 因為鹹分特別軟 你要吃嗎 要 有 一定要小心喔 這個千分之三十七 真的有點 你撐過去前面那十五秒之後 就會遲到那個 它有回來 對... 因為它現在還不夠 不夠 如果讓它再回它 大家也認認 每個地方不一樣 很多地方是喜歡吃很大 有的喜歡吃小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個大小我是很喜歡 剛剛好 對啊 就我一口一口 一口一口 你不覺得鹹嗎 它就要吃海味 你進去 你剛剛進去你會覺得 有點鹹 但是我跟你講 挺多兩秒 三秒 它那個鹹汁剛剛退去之後 它慢慢那個鹹汁就出來了 好 目前還沒知道 有了尾端鹹 所以會開始出來 它就在餅長這種鹹 這就吃了 很鹹 很好吃 果然還會加鹹 這裡面都是黃瓜石跟藍瓜石 對 你現在這個挖起來 往裡面餵也對嗎 對 來 你讓它試試看 對 有沒有 來 給我 好難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它會這樣一天要餵幾次 你會餵一次 這個很大隻 對 這個差不多有 差不多要兩斤了吧 有兩公斤 你都要怎麼吃 有脆 有乾煎 它乾煎蠻好吃 因為它油脂蠻高 對 乾煎 脆 折湯那樣 等一下 我最好意思 這有一點紅色 這個是藍瓜 這是藍瓜 對 這個很紅 這有一點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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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大隻 要怎麼蒸 這差不多要蒸多久 這是兩公斤 兩公斤 對 一般人說 澎湖的 魚跟台產比較好 是有什麼 是海水裡面營養嗎 還是什麼關係 第一個 我們水質是乾淨的 對 乾淨 因為完全烏烏 沒有烏烈 沒有工廠 第二個 我們的鹽度是高的 你平常不下來 是三度淺 那鹹度高的好處是什麼 鹹度高 它就是慢慢成長慢 鹹度高成長比較慢 它成長超級慢的 所以慢慢... 所以任何的東西 只要成長比較慢 它所蘊含裡面的甜度跟鹹度 對 就不一樣 對 尤其我們澎湖 澎湖的流水很奇怪 我們北邊一個 有一個吉倍島 那個 南邊是七莓 我們兩邊都有永生流 會這樣 對 永生流就是 羊生流的地方 它的維生物是特別多 特別多 特別多 摻雜的一些維生物 對... 它打... 那個海浪打到海岸上以後 它會製造一些 很多的維生物出來的 就是大家就知道什麼 為什麼我們一直講說 澎湖的海材比較好 對... 尤其我們養的來講 如果台灣一年 我們一定要一年懷孕 甚至... 身分也比較高 身分高 不過比較好吃 比較好吃 不要吃 雖然說是 流比較高 但是又值得 對... 真的是比較有 怎麼辦 一直看下去一直... 跟他講 No 就是沒辦法專心 他一直流浮水這樣 這感覺那個脆 這... 脆先吃好 這是平常都這樣吃 還是您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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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吃 你家家家家家家家吃 modified 這樣嗎 還有蔬菜泡 蔬菜泡它是吸油的東西 它還一個甜味 像香 なる人 好 這個就少見 少見 為什麼 因為這魚很貴 它不捨得乾煎 好吃 這個吃的時候不太早吃 真的很好吃 這個 烤肉 烤湯茶烤肉 隨便什麼食材 只要放上桌 你有一點基本功 但做法不是只有基本功 你們想說過鹽水真的比較厲害 鹽不鹽水無所謂 重點是人家在這邊 水就很鹹了好不好 對不對 欸 接下來我來祝福看 好不好 我們剛剛拿了南瓜子跟黃瓜子 然後我使用了黃瓜子 那我把它去投在這邊 森林在這邊 魚也在這邊 那待會我們會拿魚跟骨頭 拿去熬成湯 那這邊是我已經把魚背的部分 跟嫩漿 然後跟蔥放在一起 切細之後把它切一切之後 就可以把它放到碗裡面來了 然後在碗裡面做調味 那我們今天是用碎肉 趕快到時候吃一下 每一口都有魚的香氣 對啊 你現在要 現在要調一個做蓋飯的 這邊來一點味噌 最好是有味醂 但我相信一定沒有 那沒關係我們就用糖就好了 然後醬油 把它拌勻這個就可以放在飯上面 黃瓜子的彈性非常好 所以但吃起來會很Q 跟一般我們試試片片子 經驗會不太有 好 這個是一個 好 那第二道呢 我們來先把湯煉出來 放幾片薑 你不要味道太重 這是它的 然後魚層 這是它內側的地方 這些都可以熬成湯 運氣好 可以把它熬成白糖 好 到這邊我們就來片魚 因為待會湯爆炭的時候比較有 好 不用一直翻 不用一直翻 等一下先 因為你一直翻它不會焦 對 我要它魚就焦 對 那這一個我是魚皮留下 這待會兒想要用魚肉蒜來 吃吃看它怎麼樣 好 接下來就是要蒸魚 這邊我們需要一點蔥薑水 好 來 你起鍋 鹽 這個基本上我們今天這條魚 是不太需要做時間的事情 因為很新鮮 剛剛刷成 就是為了取新 對 一般的話很新鮮 然後讓它吃點水進來 剩7分鐘 然後蓋子不要 關火之後不要開2分鐘 這麼快 燜2分鐘 好 現在這邊就焦了 這個就是 精華的衛生紙片 還需要嗎 可以吧 很濃一點 在這邊讓它滾 好 這把它放出來 讓它油有味道 然後這邊我們把剛剛的這些 刷魚 刷魚 這邊就是要讓它所有的 薑啦 或是蔥啊 蒜啊 的味道 浸到油裡面 那一般我們在蒸魚的時候 我們會把蒸魚的那個湯汁 會把它倒掉 但是因為它這個是非常新鮮的 所以我沒有搞不好把它倒掉 你看 沒有 沒有差的聲音 這很神奇 好啦 轉胃 對 好 最後來蒸魚醬 我們一上來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黃瓜子蒸魚頭 就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兩種魚好 我們就把它入上來 這個是剛剛一開始弄的貴蒸 然後這是芥末加美乃滋 芥末醬油 美乃滋 對 這個是味噌的 這是芥末的 對 所以現在關開 弄在上面 好 好 好 來 請用 這就好像在吃豆瓣 整個白不夠 好 好 不錯吧 不錯吧 有味道真的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好吃 這個醬油跟芥末 這都是青鹽嘛 這都是青 好 這個味道真的 好 這個像美乃滋一樣 現在不來了 好 好 好 一人一人來 哇 哇 就不如那個茶泡飯走 好 這個裡面有魚湯 還有味噌的味道 這邊就把它拌圓 有點半身熟這樣 半身熟 好 要喝湯看看 都在吃的 好入味 對啊 你看 你現在吃魚 口感不一樣 它變軟 它是Q彈 現在是軟 因為它有點熟的感覺 可以齁 這很好 而且今天這個魚湯好鮮美喔 那就是切加魚湯 你稍微放一下 不然剛蒸完是更好吃 這個味道超級好的耶 對啊 而且它的 因為很大一隻 它有魚湯的肉也好多 我們現在吃的是邊角角 好 這一區才厲害 這一區才厲害 對 那已經比較有膠質感 不然這樣 我用兩匙這樣 沒浪費 超級讚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這樣子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